巴勒斯坦那邊 那要來打國際賽 先來看到這個球在右半邊方向 落地是行車的安打 邱志成率先敲安 想出賽但是沒辦法出賽的拳手 投手下球來接 往一壘這邊來傳沒有問題 第二棒的陳孝允 犧牲短打成功 先給球 擊到了中間方向那個飛球 必須要再往後退 落地是行車的安打 這樣子跑著邱志成要回來得分 凌晨飛 阿飛在第一場的比賽前 三打席三隻安打猛打賞 給他一個讚 現在呢就直接是一隻二壘安打 攻下了一分 以哈利姆的球速啊 純粹速度的角度來看 要擋住狀態隊的攻勢 相對來講會比較難 那原因是有時候 在國際比賽會遇到 實力有一段差距的 那 猛力的一揮 最終是遭到了三陣 出來就是一定有棒球的實力底子 這個球打到在右半邊 方向滿深遠的喔 好 紅 全雷打 廖建復在這場比賽的第一打席 就開轟了 這是一發兩分炮 也是亞進賽中央隊的第一隻全雷打 對 那在上一次面對到韓國隊也比較悶一些喔 這個時候馬上先敲出來一發的兩分炮 抓隊3比0 哇 這個邊速球就 掉到 可以說是廖建復最擅長的 比較內角的位置 對 這球是咬得扎扎實實 那 下五場的一個賽是韓國隊這邊的 撈哥 他也有一發的這個全雷打 不過當時是一個楊春炮 稍微的等了一下結果灰空了 沒有跟到這一顆球 不過中央隊呢在一局的上半3比0 戰士里堅包含廖建復的兩分打點成一打